在中部某陆军基地上 对放着各种轻重型的破旧拖车 工程车 战车 以及远自越南战地运来的 M113型装甲运输车 你或许认为这些报废的车辆 已失去了价值 但国军中却有一批 勤奋的机械人员 利用智慧和双手 使他们改头换面 欢旧如新 担任这项工作的 便是具有数十年翻修经验的 陆军战车基地勤务处 现在让我们来认识一下 他们是怎么样将这一排一排 沉重而又复杂的战车翻修的 当然第一步是要将他们拖进代修的厂房中 在这座庞大的修理厂房里 每天有数十位机械人员 正在为出进场的机车实施初步的解体工作 尽管有人说破坏容易建设难 但是将这样一部载重数十吨的铁甲战车 使它在一天之内支离破碎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例如打断铁甲战 吊起引擎 吊起船动部门 拆掉炮架 每一部门都不能疏忽 每一步骤都不能马虎 拆卸得越仔细 修理得越精密 拆卸完的车体 必须经过高温压力的蒸汽 将每一个角落的油屋冲洗清洁 传动部门是战车动力的主要关键 而动力是否灵变 与车体内齿轮的配搭更具有密切关联 因此局部的拆卸 清洗 检修和换装 都不能稍有舒服 传动齿轮经过多次的试验合格后 再将它各零件重新组合 这样又成为一个新的机件 然后运送到配件部 等待装配 引进更是机械的原动力 一部战车外貌受损 引进虽然未必失去作用 但翻修时 引进仍旧是必经仔细检修的过程 试试看 这部翻修的引进是不是合乎标准 经过喷漆后的车身 必须送到烤漆房 在四周电烤的高压下烤烤 使它经济时效又坚固耐用 一辆辆形状崭新的车体 走到了翻修工程的最后一站 装上铁轮 安上铝带 然后在装配上其他必须的零件后 最后安置好传动机器 即引进 到此为止 一部战车的翻修工程 算是告一段落 陆军战车基地勤务处 由于陆军共营司令部 兵工署的精确督导 近二十年来 已成为东南亚最具规模 技术精良的翻修厂 请看 这一辆崭新的战车 已恢复了当年杨威沙场的英姿 踏高山 涉深水 并能铲除任何障碍 谁又能想到 它就是有破烂的废铁厅 重新实惠的生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